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VR网了 之前我向大家推荐过的Quiz2游戏优化软件 终于升级到了4.0新版本 开发者重写了40%的代码 也解决了老版本跟Quiz2 V40系统兼容的一些bug 新版本的游戏优化软件增加了中文选项 增加了1440p和2160p的视频录制选项 更高的GPU和CPU性能等级 更简易操作的界面设置和更丰富的游戏分辨率参数配置选项 老实说我现在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功能需要添加的地方了 那关于这个优化软件基础的下载安装以及功能介绍 我之前的视频已经讲过就不赘述了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接下来我就说更新之后的改动之处 4.0版的游戏优化软件第一次安装打开后 就不需要点什么全线允许按钮 也商除了多余的基本模式 现在在菜单的正上方的开关打开之后 就会开启自动模式 自动模式下如果你没有开启游戏优化软件 在游戏库里打开依然会加载更改后的游戏设置参数进行网耍 因为添加了中文 所以软件里你所要改的游戏分辨率参数之类的 都在绿色的问号这里 添加了中文的注释 如果你对分辨率CPU GPU等级的有什么疑问 都可以在说明里看到解释 关于CPU GPU性能等级 之前最高就是Value High 就是等于在SiteQuest里设置的Level 4 现在新增了一个Insane 设置好之后就是Level 5 然后还是要着重说一下改分辨率这一点 通常来说CPU GPU和中央固定渲染等级 FFR我们都是无脑开到最大 只是分辨率和帧率要做出取舍 所以开发者这次把仓数配置文件分成了三个级别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火箭HD和UHD模式 火箭是性能模式 这个模式下的仓数配置追求更高的帧率 HD是质量模式 这个模式下会尽可能的拉高分辨率且保持稳定的帧率和刷新率 UHD是高质量模式 会降低刷新率或者帧率来进一步提升分辨率 我发现有些人不理解为什么CPU硬件屏幕分辨率不变 拉高渲染游戏文理分辨率却能提高画质 其实就好比你用1080p的屏幕看1080p腰收过的阿芒达的偏远 现在有人给你4k朗光偏远的阿芒达全屏拉满 文字和素材模型就跟打了阳台树始终直接展开了 从说起来的模糊巨齿展开成了高清锐利 一般CPU硬件屏幕最低游戏分辨率单眼是140x1580 当时开发者普遍为了满足72x的两个性都比较懒 就没有再向上优化提升 只有少部分的游戏或者应用会在设置里给到提高分辨率的选项 比如Big Screen有网球游戏First Person Tennis 这两个就是能直接拉到单眼2K以上的 所以对于没有这一选项的其他游戏 我们就需要游戏优化软件自己去改分辨率来体验Crystal的最佳游戏体验 不过也有些游戏是虽然没有内置改变分辨率 但实际上开发者已经提高了默认游戏分辨率 比如《雇佣咒舌》 它的默认分辨率就是1632x1744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游戏一进去就能感觉比其他游戏高清的原因 但这一类游戏提高了默认游戏分辨率 会跟游戏优化软件的分辨率参数叠加 因为游戏优化软件是全部以1440x1585为标准提高的 所以当我手动设置 雇佣账时为1800x1980时 实际呈现的分辨率是2016x2192 你拉的越高这种叠加比例会越高 比如《雇佣球自胜11分》 你开了2.2K实际上叠加已经去到了单眼3K的情况 导致出现了严重的掉帧 因为《乒乓球自胜11分》的默认游戏分辨率就是2.2K 这就是为什么它的游戏画面光样甩开其他游戏老远的原因 我个人现在通用的分辨率是全部手动1800x1980 就是接近Quest 2的屏幕分辨率 如果有叠加就会上到2K 也不去参考游戏优化软件给的参数了 因为再高上去肯定要去考虑帧率刷新率 不要小看分辨率这三四百的数值差距带来的差别 已经是完全夸野一个台阶了 如果你也想完全手动改分辨率 你可以把中间这个连接的按钮关掉 这样你就可以单独调整横向和竖向的分辨率 加号和减号可以让你以更小的单位数值去调整 至于视频录制的选项里 这张给到了我们整4K的2160P 但是录制视频对性能的开销也是一个大头 如果你在提升游戏参数设置的情况下还想用2160P录制 那基本就是调整卡顿以及录制出来会画屏 所以我个人还是保持1080P的录制习惯 偶尔看情况会选择1440P 我测试下来1440P也是蛮稳定的 那最后要提的一点就是大家没有必要单独去调整 Kate 2主控式的分辨率 因为当你提高某个游戏分辨率退出之后 Kate 2的主控式会直接跟随前面关闭的这个游戏的分辨率 另外就这个优化软件是同时支持克制1和克制2 依然需要提前连接电脑授权权限才能启动有效 目前更新4.0之后出售价格涨了一美刀 如果觉得对于这个优化软件有需求的朋友 倒是可以买来试一试 OK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是不等待VR成熟 而是要陪着VR成熟的LoadingVR载入圈 如果你也是对VR相关感兴趣 欢迎观众的频道 点赞投币转发商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投币转发商量